花莲市27号深夜发生一起自撞车祸 一辆计程车从花莲市区往新城北埔方向 行经逢存路时疑似车数过快 瞬间失控打滑 这辆车直接撞上一旁的民宅 造成一昏迷一重伤 索性在送一急救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一辆计程车行驶到路口准备过弯 没想到下一秒却失控打滑 直接撞上了一旁民宅围墙 巨大的声响也让附近居民都吓了一大跳 这起车祸意外就发生在27号深夜11点左右 一辆计程车从花莲市区往新城北埔方向 行进封寸路时疑似车数过快 瞬间失控打滑 造成计程车的车头全毁 司机一度受困在内 重创头部昏迷 乘客则是头部受伤 索性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到现场民众已经把两位患者已经脱困了 然后我们现场评估有一位是自己多数擦伤 另外一位已经陷入昏迷 GCS只有三分 都是对痛也没有反应 那我们不排除他颈椎有受伤 所以我们先上颈圈及长背板之后 就赶快评估身份真相稳定之后 密码送医 那经调查良性驾驶人有职业小客车驾照 那经医院抽血检测 并无酒驾的情势 那造势原因初步研判是车速过快 导致失控治状 且该车辆的轮胎 胎纹过浅 应该要更换轮胎 那警方这边也是呼吁各位驾驶朋友 行车时务必减速慢行 上路前先检查车辆是否运作正常 那并定情更换轮胎 避免相同事故再次发生 深夜视线不佳又蓬上雨天 加上台湾过浅 田与陆华两层车祸 还好车上两人在松衣后并没有大碍 也没有波及到无辜民众 造成更多伤亡 记者徐立青 华联系报导